然后呢 就是旧版的这个CSS呢 除了刚才Lint以外呢 其实来讲呢 还会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 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 那么比如说CSS有一些旧版本 比如甚至IE里边一些有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其实来讲我们还要再安装这两个包 但是这两个 我不会给大家做演示了 因为这里边 你大概把它配上去以后 能弄就行 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安装这个东西 CNPM Install Host CSS Loader 又一个Loader 注意 -D 好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安装一个叫 Auto Prefix Prefixer CMPMI Auto Prefixer 就这东西错了 也没有特别好的提示啊 这东西的 这个问题就在这 然后这个有了以后呢 底下我们 写下 还是要改它 这改它的时候在哪改呢 改它的时候呢 那么在刚才的这个地方改 刚才我加了一行 后来我也给删掉 在这改 在Use的时候 就是第三个Loader出来了 这第三个Loader 写起来比较麻烦 Loader 这个上面是这样 如果这俩一样就不写了 它如果有其他的东西 这个时候会把它展成一个对象 如果其他东西都是缺省的话 这个或者是叫默认啊 因为我说缺省 有的同学可能不理解 那我就直接写一个字符份就完了 但是如果它不用默认像 那么其他的 我们就还要再用一下 比如Pose的CSS Loader 这个跟上面是等价的 然后它有Options 然后在这儿呢 是Plugin 然后在这儿 用Require Q-U-I-R-E Auto Prefixer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在这个地方 其实来讲 就是你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事实上来讲 它的CSS 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就是有的CSS 比如它 你写CSS3 但有的浏览器 它支持的版本 其实比较低 比如它不支持到CSS3 IE的前版本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事实上你要决定 什么时候 用高版本的这种CSS方式 什么时候不用高版本的 变成低版本的这种方式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要加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 Brow BRO WSER Browser List 那在BrowserList 里边的话呢 那么这个里边 我们会涉及到 几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就背了就完了 这个东西就是他们规定的 首先大于0.5% 也就是说任何一款浏览器的比例 如果小于0.5% 对不起 我在这里边控制 我所有的post CSS 我就对它都不支持了 因为你想 一个东西是AE5的 AE6的 或者AE7的 那它支持的标准不一样 你支持标准高 有些东西我就不改了 你支持标准低 有些东西我就得把它弄得 这个让你能跑得起来 但是我让你能跑得起来 底下我就要做很多复杂的工作 其实现在这么说 AE所占的比例 前一段时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AE所占的比例 差的比例在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 很多AE的浏览器已经不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JQuery的作用越来越低 JQuery原来就是为了 普平不同浏览器 主要是打通AE和非AE 这些东西的一个桥梁 但现在这个东西 现在就重要性越来越差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看说 它是如果有那什么的话 我们就会支持最后两个版本 Last Two 这个也可以改 你也可以Last One 也就是说最后的几个 你支持最后的几个版本 最后是Not That OK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打错了 哪个地方打错了 Auto Prefix 不是Auto Prefixer吗 稍等我看一下 Pose the loader 哦 刚才是不是在这儿的时候 安装就没安装上 Auto Prefixer Auto Prefixer 装上了 这里为什么没有啊 这儿 对 OK 有了 那也就是现在 它能够按照整个的这个 版本产生各种各样的 这个相应的内容 那么这个就是OK的 好 好 好 那么整个这个Pose的CSS Loader Auto Prefixer 像这种东西呢 那么我们 今天已经是后面最后一颗了 那么到这儿就完成 那么也就是说 在Webpack里边去配置一个比较 简单的 其实也不简单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配上去 那么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其实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在这里边其实我要说一点 哪些东西是重要的 我们会知道有些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说 或者我在这上看吧 比如说在这里边呢 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会看到说 JSX的配置是很重要的 CSS的相关配置是很重要的 图片的配置 字体呢 你如果用到字体还好说 Less的如果你用到也还好说 那么对于StyleLint 这个东西 OK 那大家你自己来选 你看你需不需要打开那个Lint 刚才我也给你们领略一下 Lint有多矫情 是吧 然后呢 你们自己决定 然后以及在工作场合中呢 如果你遇到这个东西以后 你看你们的老板 你们的公司 他要不要求你们 做有这样的相应的要求 OK 对于StyleLint